大家好,最近社区里的张旅敏和CT96这两位大神 利用大语言模型的量化技术对Flux的模型进行了NF4和GGUF的量化 NF4模型经过张旅敏大佬的测试 能够在开启共享显存的8GB笔记本电脑上顺利运行 这两个模型可以说在FP8版本的基础上 进一步降低了大家玩转Flux模型的门槛 同时让我们拥有更快的生成速度 而且未来可能会有更多其他版本的量化模型的出现 首先来看这款NF4量化版本的Flux模型 它的大小仅有12GB 如今已经更新到V2版本 需要注意的是 这一个模型已经把T5文本编码器 KPL编码器以及VA都包含在内 下载时放到我们的Models的Checkpoints目录下 另外,GGUF量化的Flux模型有多个版本 包括Q8、Q5、Q4 我们可以根据大小预估其显存占用 分别大概在8GB、10GB和13GB左右 GGUF量化版本的模型和KPL本编码器是分开的 所以我们下载后放到Models的Unit文件夹下 要注意,这两种模型权重都被量化过 目前均不支持Flux的Laura和ControlNet 当然,目前ControlNet效果很一般 个人非常不推荐大家现在尝试 在此基础上 ComfyUI的作者和CT96也在第一时间内 把这两种模型加载器的节点写了出来 那么我们把ComfyUI的新节点以及两种模型下载好 我用这个简单的工作流 给大家测试一下 NF4量化和GGUF量化的Flux模型 效果究竟如何 这里我选用的GGUF模型 是Q4E版本的模型 可以看到能够通过这个开关选择合适的Unit模型 Clip模型或者是NF4模型 这里的话,采样方式统一选择欧拉采样 而调度方式选择Beta 另外在20部固定种子的情况下进行测试 测试的模型一共有4组 第一组是FluxDev的FP16版本 第二组是FluxDev的FP8版本 第三组是GGUF量化的Q4版本的模型 最后一组是NF4量化模型 Clip文本编码器除了最后一组NF4模型 都采用FP16的文本编码器 我们先跑一组图片看看效果 好,结果出来了 先说时间 四组时间依次递减 从左到右生成时间分别为190秒 72秒 43秒 25秒 提示词在左上角 我就不念了 这四张图比较下来 最起码构图是相同的 但是NF4模型和Q4模型 它们的部分结构 比如盔甲头盔都跟前两张图有较大的差别 前两张图也就是FP16和FP8模型 只是在细节上略有不同 比如胸间徽章和盔甲细节的差异 但第三张图和第四张图 头盔明显不一样 同时放大看细节 NF4模型细节缺失是最多的 色调也不太好 就这张图而言 在显存占用都是10GB的情况下 Q4模型的效果要好些 当然 一张图片存在偶然性 我们来看第二组人物图 这张图的话 明显衣服上的细节是各有千秋 眼镜形状也各不相同 但第四张图衣服细节最少 而且当放大仔细看 明显能看到眼睛部分差距比较大 NF4模型眼镜有涂抹感 前面的图片包括Q4模型出的图 眼部都没有出现非常严重崩坏的情况 这组图片眼睛差距明显 个人依旧认为NF4模型表现最差 大家也可以自己仔细对比一下差距 那我们来看第三组图片 这组图主要是对比这几款模型的文字表现能力 是否有差异 Fox模型文字表现能力还是强 所有模型都能正确写出文字 第四张图显示屏字体亮度和其他不一样 车牌没有画出 而第三张图片同样缺点明显 我们可以看到路灯飞在空中 我还生成了一些场景较为简单的图片 大家可以看看效果的差异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对于NF4模型 我还是觉得Q4模型表现的更加稳定 因为NF4模型出现肢体崩坏和构图不一致的概率更大 特别是Q4和NF4显存占用相差不大的情况下 我会倾向于Q4模型 当然NF4模型生成速度是最快的 偶尔也会出现出图质量甚至好于FP8模型的情况 我想大概还是NF4模型文本编码器选用的是FP8版本导致的 另外 GGUF还有Q5和Q8模型表现都很不错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自由选择 好了 今天的视频内容就到这